疫情大爆发 新北确诊数累计破万例 但有民众控诉都已经确诊4天 却迟迟没等到卫生单位联系 夸张啊 总会一通电话都打不进去 很慌乱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办 只能靠自己查一些路上查到资料 等他们都要等到来年 原来住在新北市的流行女子 18号出现喉咙痛症状 隔天发烧挂急诊 同时得知朋友确诊 自己PCR裁剪随时应兴 但21号症状持续二采应转阳 查询健保快一通APP 才发现自己确诊 过程中就警察来电疫调 提醒他等卫生局通知 但确诊者手足无措 指点卫生所192 整整4天都没人接引 同批确诊根本形同被访生 怎么好像所有看到的症状 我都有 没有人理你啊 就真的没办法呼吸 真的快死掉 说打就无辞了 要不然这怎么办 流行女子与爷爷奶奶同住 目前只能在家自我照护 但她陆续出现喉咙痛 咳嗽发烧症状 甚至失去嗅觉 不只单忧快没有可吃 更害怕传染给同住长者 而至今还没收到 居隔通知的祖父母 也只能自主隔离 不敢外出 台湾爆成这样 是不是就是因为 几乎是不是确诊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接触的这些人 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所以自己也不知道 到处还是一样怕怕糟 最后大家都确诊 医院的递送过来的资料上 可是有遗漏的 因此呢 在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做快速的联系 民众控诉确诊后 竟被遗忘 卫生局回应可能是确诊者 在医院裁剪留下的资料 有遗漏 但如今确诊零环保 政府又将推行防疫新政策 相关SOP 如果缺乏配偷措施 恐怕不止明月四起 更无法有效 以后掌控疫情 借业伟林张被子参谋不懂 光往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神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神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神水手喷这个部分 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GO